哎呀,好久不见,来 那先跟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 网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我们上一次还是去年六亿晚会 再上一次是猴年春晚 在一起,真的是非常的亲切 第几次来我们六亿晚会 今年第三次了 今年参加我们六亿晚会有什么感受 就感觉很亲切的一个舞台 然后比较放松 就是非常熟悉,然后又来拉江水 那我们一会儿呢,刚才跟大家说了 爆料了,应该今天呢 有特别特殊的这个礼物 要送给我们的网友,幸运的网友 就是有二位签名的我们上儿频道的礼物 如果大家想要的话 不要忘了赶快和我们来一起互动好不好 那跟我们说说这个童年的回忆吧 就是六一儿童节最难忘的一件事情 对,自己小的时候 受到的最难忘的礼物也可以 对,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我记得每年六一儿童节就会放假 然后就会约上小伙伴一起去玩 就是玩捉迷藏什么的,都很开心 我这个六一时候就在唱片那边 然后我妈就带我出去看一次电影 那是小时候六一看一次电影 哇,月光都好简单啊 不是,一看就是好学生啊 都是学习最重要啊 当然呢,我觉得也是希望在六一儿童节这个节日里边呢 我们的同学们在好好学习的同时 也要放松一下身心啊 向我们的哥哥们学习一下啊 那明天就是六一儿童节了 有什么祝福要送给我们的网友们吗 对,再送上一句祝福吧 祝所有小朋友们天天开心 然后要注意身体好好吃饭 好,太棒了 祝小朋友们身体健康 然后听妈妈的话 好的,也再次感谢 希望呢,还能够经常的来我们的少儿频道做课好吗 好,谢谢 礼物礼物啊,稍后有礼物